《解忧之家》 我是解忧好友 严婷红 我是解忧好友 新唐米娜 让我们赶紧来看看啊 今天的朋友 她给我们来了一封什么样的信 儿时的不幸让我失去了双臂 但是家人的鼓励和帮助 让我站在了全国的游泳赛场上 退役后的我 却在社会上屡次碰壁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想要为别人称奇惨 只要心中有爱 一切困难都会过去 听上去这人生是跌跌荡荡 有高有低 现在好像 内心还是困惑的 很想为别人称拔伞 但是似乎可能身边人觉得 你还在淋着雨呢 究竟该怎么办 她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 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角 吴毅和她的小姨 恒角东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您好 小姨拿的都是奖牌是吧 是的 一网无钱蛋炒饭 好可爱 介绍一下自己吧 吴毅 大家好 我叫吴毅 来自福朗楼顶园园 小姨有点紧张 有点 第一次上队吧 吴毅这孩子是您 盼着他一起长大的 对对对 吴毅的胳膊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多好生痛 在三十年前吧 尤其在组织放电影 就是激光射到那个 墙壁上面去的那种激光电影 当时他家在那个 我们学校的旁边 他的妈妈又生下了二宝嘛 还没有一岁 就牵着他们两个一起去看电影 从小那个吴毅呢 就好调皮 也好动 记得是好像是 就是出去上个厕所 然后就跟着一个小姑 在那里放牛 牛跑到那个里面去了 我把牛赶出来 就看到那个上面 有白色的 还有那个珠光颜色的 那个瓷瓦嘛 刚好那边缘器房呢 那段时间在那里搞维修 边缘器没有做防腹嘛 我就去抓 那个两千多付的那个电影 直接把我吸过去 等他妈妈 那个小孩子不见了嘛 说就及时找到 找到他的时候 已经比那个高要低流 继续倒在外面了 当时在看电影嘛 还有很多其他的大人嘛 是吧 就马上给他进行那个抢救 然后把他送到音乐里面 当时还是有人懂这个急救知识 进行了急救 要么有可能生命都保不住了 但我看今天吴毅依然是很阳光 你看他很多肢体语言 我给你们表达 你看这里有个什么什么 现在的状况 我看起来还是很乐观 很阳光的 小姨 是的 他那个成小就很要强 因为不是说的 那一种性格 很多三岁的小孩 现在吃饭 都还在被大人追着吃呢 像他这样 失去了自己的双手之后 他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是能自理的嘛 首先肯定还是 他妈妈喂饭嘛 后来妈妈的 就想起各种办法嘛 这个地方啊 把它套上一个皮带呀 然后把那个勺子 放在里面啊 这么吃饭嘛 那你上学以后 必定小孩子可能不太懂 说你看五义和我们不太一样 有一部分的同学嘛 就拿着我就当一个故事去讲嘛 怎么样没有手啊 包括你去写字啊 吃饭啊 穿衣服啊 他们都会拿着我去做一个笑话一样的那种 但是我不去责怪他们 因为是事实了 但是别人就说你这个心里面多少还是有一点不舒服 自信还是非常有 比如说就是写字一样的 可能他们写字还写不出我那种 我看小艺也带了这么多奖牌 游泳比赛在后代的奖牌 什么时候开始学体育的 从学校里面出来以后吧 读书也没有好的成绩 都能想象在学习当中 它一定会有很多困难的 比如翻页呀 比如记笔记呀 那肯定是越到后期 越是跟同学之间差距会越大 这一个差距 他自己又觉得跨不过去的时候 很容易心生退役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读书 他问我什么样的理由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说理由 因为我的性格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 你不读书 你能够去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 我说做什么都可以呀 跟着爷爷放油也好 是不是 打倒鼓也好 就什么事情都可以 就你能做到的事情 我都可以做到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说嘛 我说你不读书 你现在好 有父母教过对不对 但是你长大了 给自己找一个主了嘛 也用了很多教导的方式来教导我 没有用 后面就是 我们那里有一个学校嘛 搞体育的 他们是 搞体育是可以增加那个 上高中的那个学习分 他们的想法就是 要我去吃吃那个苦 看看能不能再回到学校 我是练跳远跟一百米短跑 就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 对 我就感觉自己很迷茫 那田径出成绩了吗 没出成绩 平常不能搞了 就是看你喜欢感兴趣的是什么 他说你去游泳嘛 小时候他特别爱游泳 他自己本身呢 七八个大的那个空的那个可乐瓶呢 就一个人跑到那个水里面去 真的是普通普通的 童年嘛 嗯 他们都是这样本的 然后跟着他们学的 增加福利 然后沉不下去 能这里面就是 自己想办法 嗯 学会了吗 没有 就是靠那个可乐瓶的幅度 还是可以 那个幅度起来 有一定的这个水里边的天分 那去游泳队 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就出成绩了 09年9月份去的 第一年年的9月份 我参加了第一次比赛 就是沈云怀 拿了一金一铜吧 然后11年我就 拿了全国冠军吧 从11年就在拿冠军 但我注意到 这个奖牌上是 2022啊 2019是不是 近期的比赛 对 所以这10年 您都在干这件事啊 游泳我是09年 开始集训的 去到那个 我们福南省游泳队 14年参加那个 世锦赛 拿了第二名 然后我就自己 太一了 在太一的过程中 有那个运动会啊 邀他去参加 他在短短训练的 一个月呢 基本上都能够 拿到奖牌 很小那个 计算能力啊 学什么东西 学什么东西 都很快 天赋加上努力 才会出成绩啊 然后又回到了家乡 然后自己开始 创业嘛 就我老家有一股 好的井水 隔壁的城都是喝 我们我们家井的 那个井水嘛 其实自己早就想过 这一方面的事情 因为觉得这个水 是每个人要喝的 然后当时就是 在我的 只是我的一个想法里面 有人就把那个水厂 办下来了 办下来 后面是 他是无法去经验 然后他还跟我提到 这个事情 正好哎 我想我想要办一个水厂 我没有任何的一个经验 别人那里 借了两万块钱 直接就放了押金 当时他就是 那个胆子好大 跟他的爸爸妈妈 都可能没说过 他就搞两万块钱 就 交了那个押金 那个时候 就买别人的水厂 几十万块钱嘛 要几十万 两万只是押金 对 两万是押金 后来就几十万 怎么求错的 就是也是通过 就是自己借一点 要家里奖金 要父母给一点嘛 抄起来的 那就水厂就干起来了 对 就是买着这个水厂 就是证件也是过期的 设备也是老化了 就是全部打了水漂 几十万都没了 但那个水厂的情况 我也好清楚 没盈利 一直是亏 那赔了 赔了怎么办呀 这几十万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然后后面我就找合伙人嘛 就开始融资了 对 然后两个股东进来 等于又重新把证照办下来 把设备弄好了 开始运营了 到现在就是也是 基本上不怎么沉气吧 那个水厂啊 它的初衷是这样 一 是赶着那个水 人人喝水 那个钱减好 第二个方面呢 像那个残机也有很多嘛 像那个水厂啊 有时候地方可以用到残机人 他还找了一些残机人 在里面上班 后来因为那个水厂 那一部一些矛盾 那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嘛 最后他的父母 又把这个水厂盘上来嘛 现在又是一个股东了嘛 现在就是他们家 就一个股东嘛 对对对 又是他 18年的时候就是出现过 又有一次意外 就是雪寨 一场大雪 磨破了 磨破 就是一下子好了 又把它磨破 一下子好了又把它磨破 就是防防复复 味道怎么样 可以的 卖的可以 一天我们卖过最多的一天 炒到六百分 那您创业的这一些动力是什么呢 是来自于想给自己证明一下能力 还是说身边也还有一些需要照顾的人 父母嘛 家庭方面都有 因为我们整个娘子妹嘛 就一个亲妹妹嘛 21年的时候 我妹妹就突然之间得了白血病嘛 因为这个白血病是 不管是要花大量的钱去治 而且要吃很大的一个苦 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情况下 我只能就是振作起来 所以当时我就跟个分子一样的 一下床到这里 一下床到那里 就是哪里的医院都梦过 显尽了一切的办法 因为疫情的方便嘛 只能在我们当地找医院 做的骨髓一致 也是我给他做的骨髓一致 你们配型成功了 配型是棒下合 风险很大 很大 很有可能不成功 爬一满 然后就还是冒着风险做了是吧 对 他们的成功率其实很低 但是哥哥的这种生命力 对生活的执着 真是流淌在他的血液里边的 这种能量转移到妹妹身上 所以可能别人那个配型是很高的成功几率 有些人都没有成功 但他们很低的几率居然成功了 哥哥的力量妹妹也感应到了 那个医生都说这是奇迹 本来就是棒下合 但是她恢复得很好 那个牌现在都很小 挺过来了 那次也是我跟我妹妹说过最真实的一句话 就是哥哥都真的挺过来了 你必须给我挺过来 所以妹妹也挺过来了 现在妹妹算是基本上康复了 就是在定期的吃药 对 妹妹知道你要来我们天定卫视录 幸福来敲门 专门录了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吧 哥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们今后走的每一步 都是向上的 是上普路 这些你说的 困难再大 只要你内心足够强大 有心点就战胜它 哥 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从来没有听过妹妹跟你说这些话是吧 我希望可以通过我们 养兄妹 可以帮助到 每一个人 只要把心态放好 什么事情都拿着不好 自己 真的 这是一种力量的互相的传递 就像他说你是他的榜样啊 可能没有哥哥这种意志力的鼓励 他可能真的是有可能就已经放弃 其实像这种大病的时候啊 别说哥哥了 好多可能身边的人至亲 就像有些老公可能都不一定照顾得很好 就像我们五一说的 我其实也是幸运的 我有这样一个大家庭都爱着我 我也爱着他们 我虽然是可能不幸的 从小就失去了双病 但是有这些亲人和有我内心的这种爱和力量 我们整个大家庭又是幸福的 虽然现在创业还遇到了不少的磨难 水厂还是在那儿没有盈利 自己做蛋炒饭 去挣一份营胜的钱 看似艰苦 但是像妹妹说的 我们的生活一定是爬坡的 是会越来越好 妹妹这个爬坡 我刚刚其实感触良多 我就在想人生啊 它真的是连绵起伏的山 你以为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个低点呢 但其实是为了向更高的 另一个山头去攀登 而有的时候 你以为这个就已经到头了呢 但可能生活还有更大的考验等着呢 但家人的好处就是 无论经过什么样的考验 无论在什么样的袜地里头 都还有人互相拉扯一把 能让那个不掉队的人 跟着自己一起再往前走 我们一起去攀登更高的山 像武艺今天我们看起来 他依然充满了生活的战斗力 对对对 就像小艺今天带来这么多块这个奖牌 我们一直没有好好的看 你看武艺从小的时候开始参加比赛 后来退役去创业 然后依然还在继续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打比赛 能让我欣赏一下武艺的奖牌 让我们觉得生活充满了美好和力量 湖南省第十一届参集人运动会 这个是2019年 在我们天津市的比赛 这俩没有是过去的 你看他有点旧了 是11年和14年 武艺参加比赛 全国的 其实按照武艺刚刚讲到的家里头 这一些变故和自己承载的这些事情 就能够看到跟这一些时间 他有时候是重叠的 在比赛的时候 心里是装着家人 和装着一定要赢 斗志 是靠斗志在往前跑 无论在任何 艰难的时刻 我内心都是充满了光明的 我还不断地打比赛 无论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的今天 我只要自己有力气 我就去做所有 我去拼搏的事情 不仅仅是鼓励到我们了 其实是有斗志 燃起了自己的斗志 还燃起了我们对生活的 更熊熊的烈火 一往无前 我们的未来是无限的 是美好的 今天是无意带着 略略的一点烦忧来的 那可能自己还没有到达 你认为生活的顶峰 却又总是经历生活的低谷 有一些烦忧 有一些迷茫 但是始终无意是有力量的 那也请无意来到我们的 幸福之门 把你那点烦忧 放飞了吧 来 努力奋斗吧 我的朋友 我希望可以帮助到每一个人 只要把心态放好 什么事情都难得不要自己 我希望所有的折衣天使 都被大家认同 小姨看着无意把只飞机放飞了 我们相信她 以后会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幸福 我也想是 小姨泪光闪闪的 来带着无意的奖牌 感谢您来到幸福来敲门 希望您整个大家庭 都健康快乐幸福 谢谢 谢谢小姨 好 谢谢您 明大老师 其实我们都知道 如果儿童 就是小婴儿有听力障碍 很难学会说话 听不见怎么模仿呢 是 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这位嘉宾呢 他就是一个 从小就有听力障碍的孩子 但他会说话 是在父母那么多年的坚持下 他能够说出相对比较流畅的表达 这是借助科技 还是他妈妈有着特别的一些方法 借助爱 很伟大 让我们赶紧有请这位男生 有请杨明坤 祝您好 祝您好 祈雨轩昂 真的是 来 邀请我们的男主角 落座 谢谢 欢迎杨先生 小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杨明坤 我出生于光旧文化的河南开封 这里也是八朝古都 坦诚地说 这里当年是曹操其家的地方 我看来您 也很欣赏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我非常喜欢 帮国安老师做事业的曹操 因为他做事业的曹操 让我们穿越了1890年 见证了那个时代 我们中国人的健康文实 为敬帮国 你好 我是杨明坤 这个服装是你自己设计的呀 坦诚地说是混搭的 混搭就是跟着它不同的款式 形式跟着心目中的草仓混搭起来 杨明坤表达也特别的气宇轩啊 亨强有力的哈 就像在朗诵诗一样 小杨也专门准备了一段朗诵 要给我们呈现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 我是荣幸 对酒 当个人生 几何 平高度 去苦度 开大云康 荣思难忘 何以解荣 唯有 中夸 别人夸过您吗 说你的声音好听 也曾经夸过 说声音或许有些词性吧 非常有词性 对 你给我讲 但其实你这么好听的声音 你自己是听不到的 当我在下助听器那一刻的时候 坦诚书是完全听不见的 那你带上助听器 能多少听到一些是吗 助听器它本身类似一款 声音的半达器 如同喇叭一样 坦诚书是诗真的 但还是有些声音的 对 你好像完全能听到我在说什么 是靠读唇语吗 对 再加上一点点声音 声音未熟 看口是微独 你的听力是从小就听不到吗 当我一直办的时候 家的人发现我对声音的反应 是非常的迟缓 于是那个时候 父母定一句叫我送往医院 那个时候医生说 这个孩子听不见 没希望了 那一刻对父亲从成天霹雳 其实就是从小就听不到 但是你现在的表达 虽然可能没我这么流利 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慢慢的交流 是没有障碍的 那听不到的孩子学说话 是非常难的 太不容易了 那时候 那时候父母每天用筷子 扎着我的舌头 帮我找学位 用着吹气 让我感受到声音的流动 还有一根说话的气息 父母叫我吹气 让我明白 发音需要出气 四次家里贴上了卡片 每一件每一幕都有卡片 写在上面 那爸爸妈妈教了你 多长时间你会说话了 从能够发声 达到发音 达到说话 需要漫长的时间 不止是十年 所以你有现在的表达 是十几岁之后 慢慢才形成了 完整的语言的体系 其实发音 很多孩子们 在四到五岁的时候 因为生大的发育 在这个时间 一旦不会说话 他们可能永远都 释出了发生的机会 所以真的是父母 肯定下了特别多的功夫 才培养了 这么优秀一个儿子 是的 我们把你的父亲 请上来吧 好吗 有请杨爸爸 欢迎他 你好 主持人 请坐 难怪儿子这么有法 这是来自爸爸的真传 真的是 过奖 过奖 最早发现孩子 听不见的时候 全家人有想过 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没有 他小的时候 对声音是有一点反应的 我们附近有一个 经常过飞机的航道 这样的话 他对声音是有点反应 而且他也会 吱吱压压地发声 所以我们误以为 孩子说话晚 直到有一天 他去姥姥家 他的姨妈和他妈妈 在背后给他敲盆子 他没有反应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 他对这个声音 是不敏感的 就是有问题 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以后 医生就说了 这孩子没希望了 一辈子就不能讲话 当时我听到这 就从诊室走出来 基本上就贪坐在地上 好在他妈妈还比较坚强 和家人赶快商量 然后第一时间 去往北京来求医 这个我们也听说 像人工耳窝也 直接在孩子很小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 恢复一些听力的 二十多年前的人工耳窝技术 在国内已经出现了 人工电子耳窝的植物的技术 它是比较复杂的 费用当时非常高 就是它做了以后 还有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 适应期 当时同时还有助听器 助听器它是一个功率放大器 就是像一个大喇叭一样 然后就最快的时间 给它适配了助听器 当时的它的听力 还没有现在这么差 大概七八十分贝 八十分贝左右 那什么概念呢 就你趴在它耳朵上喊 它能感受到这种声音 孩子在小的时候 一旦出现听力问题 最快的是要解决说话 否则一旦声带的退化 随着年龄增长 他就不会说话了 他刚刚讲的那一些方式方法 是您自创的 还是有医生教的 比如拿筷子夹舌头啊 吹蜡烛 在二十多年前没有方法 那时候通讯也不发达 信心的主要看报纸 买了一些书 录音带什么的 回去学 然后我们自己也去找 那个龙亚学校的老师 去咨询 去了解 同时也研究这个病 接下来要在多长时间以内 尽快地教会他说话 所以没有很多 可以参考的东西 可以说是 他学说话 一直学到今天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因为他带着诸听器 听到的声音呢 和我们正常交流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从医学上来讲 听障孩子的听力叫残余听力 助听器只是适应地去补偿 让他对应去听到一定的声音 但有的孩子听障 他就轻一点呢 他就可能听到的就完整一点 配一个中度的 或者是中重度的 杨明昆一开始就是大功率的助听器 来教给他 往里面声音讯号去刺激他 他听到的不是说声音小 但是完整的话 他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 所以他学说话是 这个助听器为辅 主要是读唇语 读唇语是后来才形成的 他这个说话呢 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对声音的认知 他不知道自然界的声音 是怎么回事 他只是带上助听器以后 我们要对他进行 声音的适应性训练 那个时候呢 妈妈呢就经常 带他去到公园里面 或者到自然界里面 去感受各种声音 汽车的喇叭声啊 动物园的动物的叫声啊 就让他尽快的时间听到声音 感知声音是干什么的 第二步呢 就是他的发声 发声呢 就要学会 比方说胸腔啊 口腔啊 喉咙啊 鼻腔啊 就他是有 包括出气啊 包括吹蜡烛啊 就是撕抱着 撕抱着让他吹 炼这个肺活量 说话是让他感受到 胸腔的震动 有的话是鼻腔啊 是这样的 所以他第一次 有意识地发出一个声音 这也是经过训练 训练 他都不知道 这个声音怎么出来 对 不知道有声音 这么一个东西 对 第三步 才是教他说话 我们觉得呢 教会他说话的主要目的 是要他和普通人一样 能够快乐地生活 一旦他失去了语言能力 那可能这就是 面对的人生 是另外一种人生 所以我们觉得 教会他说话 这种主要能力 就是为了让他 像普通人一样 去生活 小杨第一次开口 叫妈妈或者爸爸的时候 那个情形你还记住吗 配了朱婷以后 很快几天 他就会说话了 就他说话呢 和正常孩子不一样的 他第一个会叫的是妈 他不知道声音是什么 可能他叫妈 并不知道妈代表什么意思 那只是妈这个音好发 妈这个一张嘴就出来了 对 所以他是这样的 然后后期是经过训练 让他知道 说话是一种表达 然后怎么去增加表达呢 那就让他多认识字 所以他后期呢 为了加速他的语言能力 教他去说话的同时 要增加认字量 所以他还没有读小学之前 就已经为了学说话 认识很多字了 是的 你和小杨的妈妈 要拿出来很多很多的时间 陪他教他 白天的时候呢 是爷爷奶奶在照顾他 也把他送到普通幼儿园 下班以后呢 就爸妈妈就想尽办法 挤出一切时间 尽可能地去多教他 训练他 是这样走过来的 那时候他说出来的话 不像现在这么清晰 他是这样几十年累积过来的 比方说喝水 那可能他发出来声音 就是 波水 波水 还不准确 那所以后期呢 就要用筷子和鸭舌板 夹着他的舌头来正音 你比方说 就很难发的 滋滋滋 对 滋滋滋 所以你要让他背圣母表 育母表 然后教他舌位 换气 出气 然后才能知道 这个声音发的比较准确一点 他是这样过来的 爸爸很厉害 这个所有都是自己探索研究 去一点点教 那他小的时候 岂不是童年也会在一个 高强度的训练里头度过的 是这样的 因为要抢着这个声带的发育之前 所以要压缩他的童年 和时间在赛跑吧 我们就没日没夜地去教 就是妈妈带他出去的时候 就脖子上挂了一支笔 拴了一个绳 就走到哪 看到什么就写在手上 那时候就是出去呢 手心手背 写的都是字 后来呢 寄到卡片上 然后背面再画上画 然后让他对应去认识更多的字 就是一点一点地去教 那在这个教小杨 学说话呀 陪他成长的功能中 爸爸时间多一点 还是妈妈时间多一点 妈妈付出是很多的 二十多年前经济收入也不高 说实在话 看病压力是比较大的 教说话这个时间呢 占用比较多 爸爸和妈妈做了分工 那我呢 就放弃原来的工作 到外地去打工 他妈妈在家里主要来 叫他说话 陪他成长 人都有一点希望 总想着万一这个病能看好呢 我们始终不想放弃 小杨后来读书 到了学校里边 是在上普通孩子的学校 还是进入这个专门的 聋哑孩子的学校 他一直从幼儿园 到上小学 到初中 都是在正常学校里 去了普通学校之后 开心吗 在小学时代 无庸无地 学父母和学校 这里的沟通 为我创造了一个 非常良好的成长环境 那后来再大一点呢 可能你真正意识到 自己的生活的状态 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在上中学 那就青春期了 度过得顺利吗 那个时候 因为随时的进度 家族 他不可能按照小时代的帮助 去教育我们 在那个时候 我有一些客观的 不可抵抗的援助 所以我不得不学学了 我虽然学学了 但是我舍不得放弃 我相信 这让我坚持 老吃学习 人生的厉害 会不会降了 那时间呢 他一直泡在图书馆 那在图书馆里面呢 除了看历史文化以外 看了很多他 喜欢看的书 汲取了很多书籍上 带给他的一些营养 早上去 晚上直到图书馆 关门了 他自己才回来 奶奶一直就立志报考 北京梁 喜欢的这个 天子无数康 既是马儿子 就要赶快去 他不仅能学会说话 能主动地融入社会 而且能主动地去工作 他的顽强的生命状态 是超出我想象的 愿我们 都能留在创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